中国国民党8号下午举行中场会 邀请四位党主席候选人到场 阐述参选理念并回答问题 是我这一二十年来 我不断地努力的目标 如果我们国民党 自己不能够先强起来 不能先好起来 不能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 不能赢回政权 这些都是空的 安定的力量是国民党的强项 但是这个力量 现在逐渐地在消退当中 我们需要有一位 能够团结 改革 创新的党主席 博元 愿意 在这个艰困的时刻 来承担这个责任 第一阶段四位候选人各自论述 争取党员支持 而第二阶段则由国民党中场会 共同提问 两岸关系依然是提问的重点 问题还涉及到了中美竞争 台湾最要避免的就是 不要成为筹码 也不要成为棋子 不要盲目地选边站 现在的民进党很清楚 只选一边站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兵凶战危 这是一个危机啊 我们让原资原会的九二共识 能够让两岸开启 对话 开启交流 恢复我们过去从所建立的信息跟互信 才能够有些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做的事情是把台湾跟大陆的这条线呢 把它连在一起 而且更好的是把敌对关系变成一个和平的关系 这样和我们中国国民党才能够更多的把援权 值得注意的是 9月4号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电视证监会刚结束 张亚中在多份网络民调中一军突起 鲜明诉求更赢得不少深蓝与寒粉青睐 在8号的中常会上张亚中强调 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二字就是党的灵魂 却从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开始被掏空 如果改成所谓台湾国民党 两岸还可以政治对话吗 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吗 因此不要轻易放弃党民中的中国二字 什么是本党的灵魂 中国国民党前面的两个字 中国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灵魂 各位不要轻易地放弃它 不要再把我是中国人 或者我守中华文化 我坚持中国历史 当成是一个守旧的事情 毫无疑问的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中国历史不是因为你不承认 它就会不在 台湾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你不承认 台湾人就永远可以不是中国人 此外在此次中常会上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竟在自己报告时在会场 不仅中途离场还早退 至最后大合照没拍成 引发争论 对此江启臣9日表示 他不清楚朱立伦提早离席的理由 会议主席当时也没有说明 不过觉得有点错愕 张亚中则发出新闻稿 批评朱立伦有三个不尊重 对这场政策说明会不尊重 对于其他参选人不尊重 对于现场中常委也不尊重 你会说明会不尊重